好了,你現在在聽的是神網第一線 希望大家幫幫忙,點贊,訂閱和分享 現在先講一下主題 現在是不是香港變成,很多人都是苦中作落 剛才有講到其中一單就是信報 信報也要寫一些搞笑文章 是不是苦中作落,中產是不是很嚴重 其實呢,疫情開始已經 令到很多中產都很懶惰 找不到自己能夠做的工作 我認識的朋友裡面 是不少人在這樣的情況下 有一部分人比較好一點 為什麼有一部分人比較好一點呢? 就是父母在這邊居住 父母在這邊居住 他們無論如何都可以回去找父母 父母也不是完全沒有錢 起碼有一間屋子 要躲一下 還是回來這裡躲一會兒 有些人當然沒有這麼幸運 有些朋友就不是這樣 怎麼說呢? 可以直接說是 刻起上來有條路 我舉現在的例子 是集合了幾個人的經歷 所以 希望 不要對號入座 有些網友跟我說過一些事情 我也會說進來這裡 但是不要對號入座 不是想說任何一個人 三文治就說 真的想唱國歌 歌詞就發人心醒 現在的情況 是不是到了最困難的時候 最嚴重的時候 還未到的 但是是不是特區政府再這樣 會搞到人人都想唱國歌呢? 做國歌裡面 叫大家去做的事情呢? 我不知道 我真的不敢說 國歌的歌詞 當然是有很大的 很強勁的革命性 因為 國家呢 這個新中國是怎樣成立的呢? 這個 國民黨 講一下歷史 借一點機會講一下 國民黨他們那些 上層的人 自肥得太離譜了 打完 日本兒子之後 他們掌握 他們搞五指燈科 搞五指燈科 就是 貪賣很多錢的 搞到那些人生活不了 如果那些人生活不了 是不是會反抗? 其實信報那裡他寫說 中國人吃草都可以 三年不反抗 如果 看到 周邊的人都很窮 好像 三年困難時期一樣 大家都很窮的 出來反抗的人都不會有多少 我講過事實 大家都很窮 那就算吧 熬過了 但是 如果看到社會 有些人是很有錢 有些人在以待斃 一個月幾十萬 做事就做到不堪 那些人會不會 覺得很不公道 會不會 會出來 有些聲音 要唱二勇軍進行曲 你很難擔保這件事情 唱國歌 不願意做奴隸的人民 那 如果生活過奴隸的人 你說會不會 會不會出聲 我真的不敢說 所以我說有些事情 我真的不敢說 那 Steven Junior Home 就說反駁隊只是不講道理 我不知道他講不講道理 之後我也希望他會講道理 那 香港藝民就說 當一個能夠影響大部分人的 法律生效 會亂七八糟 不稱職的官員和議員 未想清楚就通過 再加上自信心過大的現界官員 行為上已經與民為敵了 出動反駁隊 那還不死呢?真是天無眼 一錯再錯 還要不知死 閉上眼走下去 我不敢說 我不敢說 新年就說 2019後到2023就是陣痛 2024到2028就是劇痛 要有五年儲備 我不知道 這些你們可以自己做 要做的事情 你們認為要做的事情 你們可以全部自己做 我不會叫人做任何事情的 因為我叫人做任何事情的話 有可能就會被人說是煽動 唱國歌 你也要自己心裡想唱 你才會唱的 對不對? 那 輝日人類命共同體就說 現在好像被國民黨統治一樣 跟中國共產黨的作風完全相反 這樣 那輝哥 我就要說一件事 就是 現在做這些事情 其實是好像 改革開放初期的時候 現在的官員在香港做的事情 改革開放初期的時候做的事情 有些人是不理 其實有些官員在國內也是這樣 是不理 究竟 上頭其實是想怎樣 他不理 他自己 自己發揮 哈哈哈哈 Roy Chan 說很快不會痛 因為死了 如果由一個比較高中產的人 跌到基層的人 有沒有這些人 這個有兩個定義 什麼叫高中產 高中產就是資產很多 要不就是本來收入很高的 我說的 就是由高處跌下來的人 其實就是 比較高收入的人 工作沒有了之後發生的事情 如果有資產的人 都不用死得太硬 老實說 除非 他們是過度槓桿 就是過度槓桿這件事情 是會死的 但是香港 很多年都沒有辦法過度槓桿的了 做很多事情都 有沒有可能過度槓桿 也有的 但是那些是比較少的 Yu Tong Wong也謝謝你的支持 Fenix PP 說 他說有理何須反駁 不行啊 他說你說道理不行啊 現在 現在 香港特區政府的思維 就說說道理也是不行 就是 如果政府的思維是說道理也不行 你去到民間反映出來 可能那些人都會趕手 我看到有一件事情 也是很囂張的 這麼久都還沒說主題 是還沒說的 因為跟朋友聊天 都不會就這樣 只是我告訴你 好像教書師生那樣 一開始就 只是說今天貨文要說什麼 不是這樣的 是不是 那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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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荷里奧說高產 就是當權 我不知道是不是這樣的情況 但是有些人是沒有權的 這個社會 當然也是 其實 現在 死得最硬的人 就是 賺到錢了 本來是沒有錢的 賺到錢 2020 2021 或者 2022年年頭 那時候 工作 有些人還是穩陣的 那時候 這個我也要說 疫情 完了之後 反而有些 高薪工的人 的工作是變得很不穩陣的 就是疫情之後 就是李家超上了一場 再開關 那些事情 在那段時間才沒有了工作 不是疫情期間的工作 沒有了 其實有很多人是這樣的 當然有人就是 疫情開始之後的工作 已經沒有了 那接著 一直都找不到 自己正好做的工作 這件事情也是有的 兩個情況 一個情況就是 他買了樓 結果 就是負資產 負資產 他現在的工作沒有了 那他房子是做了銀主盤的 他做了銀主盤的時候 是一無所有的 有些人是一無所有的 那一無所有 跌了下去 這個 即是基層 那怎麼辦 有些人都很正面的 就是去炒散 其實現在 基本上 你看到香港現在 那個失業 看起來很低 但是實際上 有很多人 結果是做自己不適合的工作 還要做兩份那麼多 是自己不適合的工作 是做兩至三份 他自己不適合的工作 所以你說 失業率百分之二點幾 那些數據很帥 那些 我經常都說 那些數據 反映不了現實的 因為現在 那些人是炒散 是炒幾份的 你的數據 是從僱主那裡來的 即是你特區政府 收集的那些 失業的數據 的統計方法 就是在僱主那裡 收究竟有多少份工 有多少就業人口 然後再去計算那個失業率 這種計算法 就是會嚴重低估那個失業率的 我也講過事實 好了 荷里沃就說 疫情後每個月收入少了 百分之二十 啊 福基 其實有很多人都是這樣 是... 疫情期間沒事的 封關期間沒事的 有很多人是這樣的情況 那時候人們每個人都憧憬 就是開關之後什麼事都沒有 其實特區政府也是大安置疑的 開關之後什麼事都沒有 不是的 我早就說了 你要準備定開關要做的事情 沒有做 什麼都沒有做 譬如接著我說 有些事情應該做 你沒有做 接著說 有些人竟然留言說 這些事情做了也沒有用的 這樣 其實有些事情做了也沒有用的 但是你也要盡力去做 也感謝Elsa Luke 你的支持很感謝你 還有Yu Tong Wong 還有Link Stella 非常感謝你 非常感謝你的支持 那... 那... 新英文就說 入運後變化莫測 就是現在有些人講 九運那件事情 就是這些風水的事情 我自己要講清楚 我不是很相信風水這件事情 就是 一命二運三風水 四積陰德五讀書 那... 哈哈哈 我是說真的 有很多事情我也不相信 為什麼呢? 因為本身已經很不幸運了 那個人 那個人已經沒有運了 一命二運三風水 全部沒有 哈哈哈 最多就是職下陰德 和讀書而已 因為這些事情 是自己做得到的 為什麼我不相信 因為... 一向都是逆境波的 哈哈哈 一向都是難做的 一向都是逆境波做 就是逆境波搞的 現實就是有得去 你逆境... 求全 沒有辦法 很多人都是這樣 那... 跌了下去 基層的朋友 他怎麼跟我說呢? 其實他最初真的不知道香港... 現在... 我將一些人的經驗總結成一個 真的不知道 香港基層是怎麼生活的 很多人是... 尤其是現在 以前的基層是怎麼生活的 大家都知道 就是... 大家都沒什麼錢的時候 譬如... 八十年代 可能... 有很多人都沒什麼錢的 那... 其實每個人都差不多了 那時候 就是... 基層生活 輪階症 那些小時候都做過的那些事情 就是... 有不舒服去急症室 那些... 那時候急症室還不用收錢 哈哈哈 港英時代 不用收錢的 救護車又沒有錢 又不用收錢的 那很多人都做過這些事情的了 那其實基層的人呢 是不同的 那... 那... 正向angel 就說 運的主體是人 所以沒有地運這件事情 那... 我的看法就是... 人是懂得動的 就是有很多事情... 風水其實是不是跟人有關 我的看法都沒有什麼關係 因為你這個人是懂得動的嘛 你這個人是懂得動來動去的嘛 就是... 動來動去的人是不需要看風水的嘛 那些風水是陰窄風水來的嘛 很多時候都是 不過... 不過... 我的看法就是... 就是... 有些人認識的當然不是這麼說的 那... Karen Chan 就說 做了沒用一回事 沒有做就落人口實了 現在這個世界很多事情是為做而做的 那其實... 嗯... 這麼說吧 有些人就說 我提出來的事情是沒有用的 但是別人做了是有用的嘛 這個現實就是 那... Ritter UMM 就說 十歲就自己去輪街證 病到死死下了 那... 現在連街證都不能輪的 原來是 就是... 那個情況是... 其實... 跌到基層... 本來是基層的人 上了社會比較高層的位置 跌到基層的時候 原來... 現在跟以前是不同的 現在基層跟以前的基層是不相同的 現在是 那... Easy Hong Kong Pratour 就說 我說的那些是有用的 國內城市不斷大力宣傳 搞起了枝博哈爾濱的旅遊業 香港對外的宣傳都不給力 不給力 即是不給力 更加連地圖都不派 自然不夠人鬥 其實我早就說了 你下機的時候 你派一本雜誌書仔做推廣的那些 其實... 到處都是做這些 深圳也是做這些 外國也是做這些 之博也是做這些 人... 人家就是... 有個人就說 我說的東西是沒有用的 在那裡留言 那個人 懶得是東西 最看不起的就是 你這個主持人說的東西是沒有用的 實際上 這些東西在外國做過 是非常有用的 你自己不懂就說是沒有用的 我就告訴大家就是這樣 喏 輝日人類命運共同體就說 炒散都快沒得做了 因為外勞輸入公眾 大部分 本來都是一向炒散和兼職 但是... 輝日人類命運共同體說的東西 也是... 現在跌下去基層的人看到的東西 沒有... 輝日人類命運共同體 沒有... 共同體說的東西是沒有錯的 就是... 炒散現在的人工都是不斷向下的 其實就是... 尤其是當政府出了 就是說要請外勞的那一部分 他找不回原本那些工嗎? 一個人去到四十幾歲 要找回原本做的那些工 不是那麼容易的 就是... 你覺得別人那麼容易請回來 如果他本來已經做中上層管理層的 他... 沒有了一份工之後 你覺得真的那麼容易找到另一份工? 這個世界沒有那麼簡單的 有些事情就是講一下急症室的問題 有些人都是長期病患 就是... 由上層跌下來的人 很多都會有其他問題 那麼... 本來看私家醫生 本來有醫療保險的 公司包的 結果... 工作沒有了 結果沒有辦法了 沒有藥吃 長期病沒有藥吃 那怎麼辦呢? 沒藥吃就沒辦法了 去衝急症室 去急症室 去急症室 有什麼辦法呢? 其實... 其實... 連政府聘請急症室的醫生護士都明白 這幫人 為什麼要去衝急症室呢? 本來吃開藥沒有藥吃啊 李老闆 長期病沒有藥吃啊 你說那些藥可不可以就在藥房買 那些藥是沒得賣的 那些藥是... 沒得賣的 也不得了 好 賴... 也多謝你們的支持 那... Karen Chien就說 現在基層都要有200元太急症了 連200元都沒有 就要在家裡傲照 那些傲照可能真的沒有生病啊 有些人的病可能會惡化到怎樣呢? 如果有醋屈症的人 沒有藥吃 分分鐘自己搞定自己的 其實 特區政府現在說要再檢視這些收費 現在看到的情況很嚴重 這些是由中上層跌下來的人看到的問題 以前是不會覺得這些加費是有問題的 如果你在社會的中上層 你要加錢就加錢 錢很容易,賺錢就行了 不是,現在賺錢也很難 我講的事實就是 初初就說 以前就算環境差,肯挨肯薄 尚且找到兩餐戶口 現在你肯做也沒得做,那怎麼辦 其實現在很多上層跌下來基層的人 他們看到這些問題 以前是看不到的 現在就看到 其實 在急症室的醫生護士 其實他們是知道那個實情 越來越多人 以前是看私家的 現在沒有錢看 要拿藥 沒有藥 現在是很嚴重的 現在是 Johnny Wong就說,我糖尿病的新藥 有一種都要一千塊一個月 另外一種舊藥便便宜 都很貴 他沒有辦法了,一千多元都給不起 現在他要衝 那些人要衝進急症室 還有就是 急症室都很忙 都沒有去罵病人 現在是 在社會上層跌下來的人 其實他們可能在上層的時候 都覺得要加費便加費 有什麼所謂 現在他們 新同感受 知道實際的社會 真的不妥 不妥 他有沒有申請公屋 沒有辦法 其實基本上沒有錢 不申請公屋可以怎樣 之前我就說 你搞到 股市樓市不行 一定是有人跌下來基層 一定有人去申請公屋 一定是這樣的 炒散的人工不可以通過 有什麼辦法 炒散啊,你也不知道他有多少錢 現在是炒散 沒辦法 很多人都是這樣 我只是講過事實 罐頭就說 政府50元給半年讓 自己買幾百元一盒 那條數真的很大 其實我也很老實地說 現在經濟環境不好的時候 你還在想收這麼多錢 對基層的人的傷害其實是很大的 尤其是上層下跌下來的人 你說那些人不會很多 對吧 可能呢 不會說十分多 但是你起碼 5-8%是走不掉的 就是說有沒有10%的人 可能由中產跌下基層 我覺得也有可能的 有些人是不會跟你說 他們是挺慘的 為什麼有些人不會說 因為有些朋友是要面子的 很認真地說 因為我九月回香港的時候 也見過一些朋友 是完全不知道他失業了三年 是完全不知道的 是見了面子才知道 是可以這樣做的 就是 政府也不會知道他失業的 也都 那當然 現在 看到的情況就是 其實香港的那些醫護人士 醫護人員呢 對香港的基層也很禮貌 就是 知道是要拿藥的了 也沒有罵病人 還有 也都知道那些人 預約不到門診 其實 經常有人說可以用APP去預約門診 但是其實呢 預約不到的 現在基本上是輪階症也沒有得輪的 那他 不去衝急症室可以怎樣 你想想那些人不去急症室可以怎樣 沒有其他事情可以做的 其實他們是 Karen Chan說 不如所有高官 減薪七成感受一下 他們現在的薪金真的高到太離地 我也認為是 那些議員和高官的人工根本太高了 而且根本都不知道 社會在發生什麼事 他們覺得 要收一點點錢而已 但是問題不是 對於基層的人來說 每一元都是 有血有汗的 每一元都是有血有汗的 還有 還有一件事就是 那些人去幾份炒散 都是 賺不到多少錢的 你知道嗎 很多時候是夠交租的 其實 坐吃山崩 現在的情況是很惡劣的 你在失業率的數字 看不到這些悲劇的 看不到這些慘劇的 但是你看看身邊的朋友 有沒有人是這樣的情況 我就告訴你一定有 其實最慘的是什麼呢 我告訴一個事實給大家聽 最慘的是 用了很多精力去爬 這個社會階梯的人 跌下來的時候是最慘的 其實大家同年幾的朋友一定有的 現在我同年幾的人 有很多是什麼事都沒有的 他們為什麼什麼事都沒有呢 他們是被其他人爬社會階梯爬得慢的 他被其他人爬社會階梯爬得慢的人 反而什麼事都沒有 為什麼呢 他們還未升上去做中層管理 有些人是做傘子的 結果上面那些老闆 全部兩層老闆都炒掉了 這個我講過了 其實現在的社會很嚴重 就是你越想著爬得高一點的人 跌下來就越痛 而且找不到適合的工 為什麼呢 就是很悲慘的一件事 現在就是 根本就是想 升那些 一直升不到的人 想升上去做 其實就是 加三至四成的工資給他們 但是 就 不給他們的 title 就是不給中層管理的 title 其實這個 趨勢在外國也有 就是中層管理的人 其實很糟糕就是這樣 但是這些 你說怪不怪政府 我就覺得 有部分都不能怪政府 但是 你特區政府有沒有 做足他們應該做的事情 去拼一下經濟 以及 不要那麼傷心中下層做些事情 你看到這屆政府是沒有 關顧中下層的 很多政策 結果最針對的就是中下層 而且 有很多政策做出來的時候 最傷的人 根本都沒有錢去承受這個代價 其實是 你垃圾經費那裡 以及422沒有交融那裡 其實已經看到是這樣 喏 Cindy Law說 有幾方面加完再加的收費 另外幾方面 又說要加津貼給基層 不斷加中下層 中層以上的負擔 這個又解決了什麼問題 其實什麼都解決不了 結果很多事情都解決不了 結果是 河虎就說 對基層來說 一塊就是一塊 對有錢的人 一塊就不是錢 雲峰就說 HA GO的Apps 按十幾二十次才說約到 進去之後又說 預約已經滿了 其實 很嚴重 現在 喏 Pinky Pinky就說 現界政府 還比之前政府多說 請多了很多政棍 但是什麼都做不到出來 其實是的 他們是這樣的 我想說一件事 其實香港的中下層的人 或者由上層跌下來的人 跌下來的基層之後 發覺 其實香港還是很多好人 但是 現在有一個趨勢就是 互督 譬如舉個例子 垃圾經費那些 整個互督App 如果基層的人 都向基層的人 互相抽刀的話 這個社會就會很慘 我講過事實 現在已經開始有這些苗頭 譬如基層的警員 或者基層的交通督導員 就向基層的穩食車司機 去做很多 我認為 根本是很傷基層的事情 很慘的 其實 看到這些事情 根本 看到已經很濕 但是 現在說這些是強正勵志 還有些人出來說 他們犯法嘛 犯法就是要罰 這樣 一個找食車司機 他去了公廁門口 拍下車去柯督尿 或者柯督市 那麼他實際 是有需要去做這件事情 那麼其實是不是應該在公廁 外面畫些位置可以被人拍 5-10分鐘 理論上是不是應該這樣 啊 啊 所以我就有些話說 其實 這個 是很糟糕 其實就是 喏 荷里玉就說 HA GO 永遠都約不到 但是改期 就立即有人回覆 其實那個情況就是 現在 就是說那些人去衝急症失 那些 其實根本就是你其他事情做得不好 或者社會提供服務做得不夠 那些人沒有辦法了 他才去做這些事情 其實連那些醫生也理解 為什麼 就是你上層的人 自己也做過醫生的 盧寵茂那些 自己也做過醫生的 你好像不知道的一樣 不知道究竟為什麼那些人會去急症室 都會去急症室 就是 你如果如果有些事情 好像 强證、例子、渣正來做 一把掃把掃街 一把掃街 對不起 不是一把掃把掃街 應該這麼說 一把掃街的掃把 放在店隔離 可以說人家是阻街的 有些貨就倒在整條街上 也沒有人說人家是阻街的 其實這些 其實被人看得到 你在搞什麼 有些人還為這種執法叫好 我看到有沒有搞錯 你自己上岸不會跌下來 以為自己 當然什麼都敢說 跌下來的時候你會怎麼樣 起碼也會有一點同理心 我的看法 對社會的基層是有一點同理心 Johnny Wong就說 水智清沒有雨 什麼都禁極 搞得政府好像過度執法那樣 其實如果你 拋10cm出來 你罰人6000塊的 其實我覺得這些真的太過分了 你畫了一條線 過了10cm的 你馬上罰人6000塊左階 這些太嚴重了 那算了 多謝大家的支持 那 可能這個 上層跌下幾層的故事都還沒講完 或者 正向分析救中罪的時候多說一些 因為他們那些人是面對很多挑戰和困難 但是他們是找到解決方法的 現在還有解決方法 就是因為大家都有一些同理心 如果 那些同理心沒有了的話 香港真的是大領落 好 多謝大家的支持 那 明天 神邦第一線再見 就是這樣 拜拜 拜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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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